嗨 大家好 我是小夕 发现我今天挺美的 所以来录个视频吧 今天聊一聊小哥哥有什么优点 其实我早就想聊这个话题了 只是害怕有人会骂 说不就是离了个婚吗 不就是又再找了个小鲜肉吗 有什么好嘚瑟的呀 其实离婚挺简单的 但是能找到一个优质的小鲜肉 我觉得也是个技术活 一开始跟小哥哥刚认识那个时候 我们还是同事在同一个项目上 工作了三个月 那个时候我对他第一印象呢 就是觉得这个男生挺 挺有绅士风度的 就是挺gentleman的 很有素质的那种感觉 就是说比如一大群同事呢 大家一起出门进门呢 他永远都是帮大家把着门 让人家先进的人 他永远不会跟人家抢的 那对于这点来说的话 我就差远了 因为我是那种性子很急的人 我又是女生 然后大多数有时候感觉 男生给自己把着门就把着吧 但是后来我发现 你仔细观察 并不是每个男生都很礼让你的 可以说 只有一群人中 可能只有那么一个两个 会是那种非常gentleman的男生 会帮女生开门啊 之类的 那当时就是这一点呢 对他印象还是挺好的 然后呢 工作中啊 你就会发现呢 小哥哥这个人 他是非常的会照顾同事的 就是他不会计较 或者说过分的 在意个人的成绩 而是呢 非常无私的去帮助其他人 就哪怕是自己的东西 还没没做完呢 如果说那个时候 其他人过来来 寻求帮助的话 他也会马上放下 自己手头的东西 去帮助别人 真的是很无私的一个人 而且真的是非常会照顾人 我跟他在同一个项目上三个月 他几乎就是帮我打包 他就帮我打包了三个月 就是每天中午都是他出去 因为外面太阳太晒了 然后呢 他就讲说 你在办公室待着 我帮你去买 就这样子持之以恒的 帮我买饭买了三个月 就这样打动我了 就是这种生活中的小细节 我觉得是最能够凸显人品和素养的 就是当你跟他做同事的时候 他是这样子照顾你的 那当他成为你的男朋友之后 你会发现 他不但不是表演 而且呢 会更多的 更加细心的去照顾你 比如说我刚跟他在一起 他就会来我住的地方 帮我去整理一些东西啊 帮我洗衣服啊之类的 可以这样说 就是自从我认识他之后 跟他在一起之后 我几乎就没有怎么洗过衣服 折过衣服了 都是他来帮我做的 每天就是会 帮我交外卖 就是我们在一起之后呢 基本上交外卖这个动作 都是他来完成的 然后他也会每天关心我水 有没有喝够 自从跟他在一起之后 我就是很少给自己倒水 都是他来帮我倒的 并且监督我每天要喝够水 我只要拉开衣柜 就有干净的内裤和袜子 等着我 就这种感觉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温暖的 曾几何时 我也是这样子 对待其他人 但是别人没有珍惜 就现在命运的安排吧 就给我这样一个人 反过来就是这样子照顾我 让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温暖 当然了 我不会像那个人那么不珍惜 我会很 我会加 我是很感激 加倍的珍惜小哥哥对我的付出的 就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勤快的人 怎么说呢 就是眼里有活 就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就是他的眼睛里能够看得到家务活 而且也不推诿 不会跟你计较说谁做的多了 谁做的少了 就是尤其是你在 尤其是在我大姨妈的时候 基本上什么活都不让我干 就让我躺着 就让我喝热水 而且还会把姨妈金给我提前准备好 如果说真的不凑巧 就是没有姨妈金了的话 他就会专门就为买这个姨妈金 他也会跑一次超市 给我买回来 他也不会在乎别人的眼光 就是他非常把我的事当事 比如我印象非常深刻 有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的是 有一次我上门给一个客户做项目 但是我不小心忘记了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没有这个东西 这个项目就做不成 而且我已经是在去客户家的路上 马上快到了 那路程离我自己家呢 也是挺远的 那如果说我再跑回去一趟 再过去 那可能就会迟到 所以呢 我就紧急的打电话给他 让他 马上帮我送过来 打车赶快把这样东西给我送过来 结果他就是一分钟都没耽误 就直接打车 二十分钟就到了 跟我会合 然后把东西送到我的手上 让我那天 给客户做那个项目顺利完成 还有一个事情呢 就是有一次呢 我在地铁站呢 跟一个买家做二手货的交易 就是我把一个我不用的包卖给他了 而且卖的非常便宜 才15块 但是好死不死呢 我临出门的时候 两个包中我拿错了 我以为这个人要的是那个包 就是我拿错了 拿混了 然后呢 我就 结果快交易的时候才发现 就是真的是 我这个人真的是粗心大意的一个人 就是我到快交易的时候才发现 也是这个买家都已经快到了 我才发现 一样的 我就很紧急的跟他讲说 这个事情 我拿错包了 我告诉他 那个正确的包是放在哪 让他赶快拿过来跟我会合 其实只有 只是15块的东西 我可以cancel的 只是我不好意思 因为买家马上快到了 结果呢 我就稳住买家 然后小哥哥就紧急的赶过来了 但是其实 从家到那一站 其实挺远的 也是要个35分钟左右 结果他也是 就是一分钟都没耽误的 把东西给我送到了 我也是 真的是非常感动 就是他的这种绅士风度是 我感觉是从小到大培养起来的 比如说我跟他一起进地铁站 哪怕我们是并着走的 但是只要是到 进地铁站的那个口 他永远都是往后 撤一步 让我在前面打卡先进 同样的 比如说下巴士的时候 他也会护着我 让我先下 就是很多事情 很多的细节 你就能够看出来 他教养是非常好的 还有就是比如说打车的时候 他总是会帮我拉好车门 让我先上 永远都不会跟我抢 永远永远都不会跟我抢的 然后自从我跟他在一起之后 基本上 我们一起去超市 我就再也没有拿过东西 都是他来拿的 我还喜欢他呢 很多事情呢 非常的细节化 就是你不需要去 去跟他刨根问底 一个一个去问 他跟你讲事情是非常非常的详细的 会跟你讲得很清楚 比如说他今天下班之后会做什么 现在他在哪里 大概几点做完之类的 就是很多东西 他都会跟你沟通的非常非常清楚 这样子你就不会太多的担心 然后我觉得他也非常的尊重我 家里面的大小事情 什么东西都是跟我商量的 而且大多数都是听我的 比如说我们家里买房子啊 贷款什么plan啊 然后家里面买桌椅 买什么样的风格的 装修的风格啊 然后小到什么家里面缺什么东西 该买什么东西啊 就是所有所有的事情 他都会详细的跟我一起讨论 而且非常尊重我的选择 其实我很感动的就是 他承诺给我的东西 每一样他都有做到 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可贵的 婚姻中一方让另一方失望 无非就是你的承诺你没有兑现 但是我跟小哥哥在一起之后 他承诺给我的每一样东西 他都很守信 他都兑现了 包括把老婆排在第一位 什么东西都尊重老婆 包括承诺 疼我的孩子 跟我一起疼我的孩子 他也做到了 所有他给我的承诺 他全部都做到了 我觉得这个是最最最重要的 把我的孩子视如己出 然后每天 帮着我一起给孩子辅导功课 监督孩子改掉生活中的坏毛病 照顾孩子 他很支持我的任何的一个决定 并且很欣赏我 我做的任何事情呢 他都不会看不起我 而是非常的支持我 他是真的打心眼里 会觉得自己的老婆很棒 很了不起 我曾经非常的低迷 也觉得自己 可能永远都不会再爱了 但是呢 在遇到小哥哥之后呢 我才了解 原来爱还有另外一面 你可以不必那么的歇斯底里啊 生死历劫啊 绞尽脑汁啊 勾心斗角啊 真的可以不必这样的 你可以很平静的 享受爱 我也非常的感恩 就是能够遇到小哥哥 他不止爱我 而且呢 还爱我的一切 包括我的孩子 包括我的过去 所有的一切他都爱 我觉得 真的是 上天欠你的 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 弥补给你 在我的case里面 我会觉得 上帝是在加倍的弥补我 我现在一点都不感觉到痛苦了 就是因为有一个人 已经重新照亮了我的心 重新温暖我的心了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 宝宝 因为 因为他帮我们点饭 帮我们什么 点饭 帮我们点饭 帮我们买饭对吗 对 还帮我拿 还帮我去来田田圈 还帮你叫田田圈 哎呀 就你觉得他有哪些优点 有什么好的 哎呀 我想不起来了呀 怎么想不起来了呀 哎呀 想不起来了呀 哎呀 你这小脑袋瓜子呀 哎呀 我是想不起来了 嗯 你觉得他对我咋样呀 对你超好 对我超坏 对你咋坏 哎呀 太好你当老大 没有把我当老大 所以我觉得 这一点他都错了 他应该把我当老大呀 但是为什么不把 应该让着小孩呀 让着小孩 不让小孩 就贴护小孩 将来你找老公 你老公也会把你当老大的 他不会呢 怎么不会呢 老大是男的 老大不一定是男的呀 当然是男的 能把你当老大 你找一个 把你当老大的人 他把你当老大 你别说老大了 嘢 你是女的呀 对吧 对